Hello,又是我咪咪格魯吉亞隔離日子的小分享小提示 今天我打算享受杯咖啡和大家講解一下 其實是否進入國內這段時間規定一人一房做酒店檢驗隔離呢? 其實我想在這裡有一點點分享 這段時間有很多朋友都很關心我 都會私聊和留言的訊息給我 有一個我覺得到現在都會心微笑的 就是有一個朋友出了一段影片之後 他就留言給我 他問美美你是不是一個人上來檢驗一下? 當時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朋友這樣問我呢? 然後我就告訴你 我是兩個人 我是和我的女兒一起回來檢驗的 然後他立刻回應 幸好啊 我呢 見到有個女子在你後面 但又不敢跟你說 那時候當然了 我和我的女兒都哈哈大笑 看到這個回應 其實可想而知 很多朋友呢 他們都知道 回來國內是需要檢驗 而且是一人一房間的想法的 其實我想分享一下 其實在國內 基本上 14歲或以下的小朋友 同行是需要有大人同行的 因為我每一次都是和我的小朋友 回來準備上學 所以就陪他們隔離14年 所以通常都是和他們一起 但是呢 至於14歲或以上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需要申請 那申請的時候 那你要特別記得 要帶回一個 證明你們關係 是父母的一個證明書 那會是什麼呢? 大家都好笑拿出來的 就是出生紙 那你就要帶回他的出生紙 那證明你是爸爸帶著的小朋友 還是帶著你的子女 還是媽媽帶著的子女 去證明你們的身份 那這一個是首先 大家要記住 那或者可能夫妻 你也是 很多時候會發覺夫妻 都是要分開兩間房間的 是因為基本上 一些你帶去旅行的證件裡面 是沒有證明你們是夫妻的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特別需要的時候 我相信你也要帶回一個證書 去證明大家的關係 另外就是如果你超過兩個人 即是三個人 這樣舉例 那怎樣呢? 可以一起嗎? 這個就要視乎酒店 本身有沒有一些比較大的房間 去提供給你們 因為我試過有兩個case 我首先講我父母 我父母試過回來的時候 他就另外再在房間那裡 就給多了一點點錢 就要了一個大一點的房間 而他裡面的房間 是大到有麻雀房 有兩個房間 另外一個房間就是大床 另一個房間就是大床 另一個房間就是兩張單人床 換言之 其實本身這個房間 是可以供應給三個人同住的 都是這樣說 必須要有證明文件 你們是一家人的 另一個case就是這樣 有一次我跟女兒回來 就在大廳一起去做這個申請入住的時候 就有一個家庭 他是一對夫婦 就帶同一個應該是她的女兒 因為都二十多歲 我記得她都很高的 應該都要二十歲 一定是超過十四歲的 結果那間酒店就給了一個類似 就是她是申請了 也有房間 給多一點點 就申請了一個類似總統套房 是有空間給多三個人去住的 一個房間 所以換言之 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不是真的 無論如何都是規定 一人一個房 其實是視乎當地的法規 你可以了解一下 但基本上 經過我這幾次 其實所見到的都可以 不過你有一定的文件 好的 另外就是一個小程式 你們知道之後 在每一次上來 你就要知道有個預算 費用方面的預算 如果你分開就要兩間房 第二就是 你們的文件 如果你們想申請同住的時候 一定要帶回一個 證明你們的身份的關係的一個文件 第三就是你們的行李 千萬不要一開始放在一起 包括你們的零食、食物都不要放在一起 因為你真的不會知道 其實那間酒店有沒有那麼大間房給到你 很多時候如果他只剩下單人房 你沒辦法,你一定要分開 你到時才在大堂分開所有東西,就很論盡 因為他們預算你入了房 那些東西是不會再出回來的 那你就會是自己房間自己的東西 人不准出來 你的物品除了垃圾之外 他就給你扔掉 所以你們的物品必須要一開始 最好都是分開去Pack你們自己的行李 食物各樣你都最好自己分開 到時真的可以黏在一起 你們就一起吃,一起用 就是這樣 今天我的小貼士就是這麼多 希望幫到大家 記得如果你們想清楚 每一個地方政府的法規都可能會有少少調整 如果真的想知道 最好事前就去了解一下